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 和宗教领袖所谈论的爱 和大多数人理解的爱非常不同 它远超过爱你的家人 朋友和最喜欢的事物 因为爱不只是一种感觉 而是一股正面力量 爱并不微弱 虚弱或者软弱 它是生命中那股正向积极的力量 爱是所有正面和美好事物的起因 人生中没有上百种正面力量 只有一种 大自然有很多强大的力 是我们察觉不到的 但是它们的力量却无可争论 同样我们也察觉不到爱的力量 但是事实上 它的力量远超过大自然的任何一种力 世界的各个角落 都可以见到其力量的实证 无爱就无生命 试想一下 这个世界如果无爱 会变成怎样 首先你根本不会存在 无爱你不会被生下来 你的家人和朋友也是 事实上 这个星球会连一个人类都没有 如果爱的力量止息 这样整个人类将会漸漸消失 终致灭亡 每一项发明 发现和人类创造物 都源自于人心中的爱 如果不是来达兄弟的爱 我们没有办法搭飞机飞行 如果不是科学家 发明家和发现者的爱 我们不会有电 热 或者光 也无法开车 或者使用电话 器具 又或者任何一项 让生活更不费力 更舒适的科技 无建筑师和司工者的爱 就不会有家 建筑物 或者城市 无爱 就无药 医生 或者急救设施 无老师 学校 或者教育 也无书 无画作 无音乐 因为这些东西 都是爱的正面力量创造出来的 现在环顾四周 如果无爱 你所见到的每一件人类创造物 都不会存在